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喔 有了 應該有看到但是很小 飛魚 台語跟著飛喔 走 天氣 走 來 自由行的 要上去公司的 右手邊 前往那個溫頂 前往那個溫頂 上完之後回到看來這邊是汁合 跑完蛋了 跑完蛋了 那如果你要加上鞠身的就不要講 鞠身的鞠身 鞠身的鞠身比較冷 鞠身比較冷 今天是澎湖東四島 我們海管處在這裡辦 第十梯式的一個部分 而死其實是有那個圓板的一個意思 所以祈求就是我們 這個四個梯式能辦理的圓圓滿滿 然後能順順利利平平安的完成這個活動 海洋國家貿易管理處然後經理不到的協會 還有各位志工的夥伴 祈求各位神明保佑我們能把這個活動辦的圓圓滿滿 謝謝 有看到嗎 最兩邊的寫什麼 東極 有看到嗎 中間的 奇名 沒人說都沒人注意對吧 對 所以出門要更好導覽老師就對了 OK 謝謝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高山聖體 看右邊 家庭 換算我們的天干地製有沒有 那個算是1808年 歡迎大家來這邊協助我們這邊步道的製作 其實東極 現在因為國家公園 那 走的是一個低度開發的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說 社區跟著國家公園是同樣一個角度一樣的 都是努力在做一個 就是讓這個地方更美好的工作 那等一下我帶大家可能大家稍微從南邊走一下 我們有一隻狗叫做探疾 探索東極 很快 道路 從民國88年 從北邊一直租過來 那這邊已經歸裂得很嚴重了 那未來 到底是要把它當成步道來修散 還是當成公路來修散 這個就有待上去 也是要看居民的意見 居民當然很多人會把他說 我要方便的機車可以騎的道路 這條是以前 曾經在打水的路 以前沒有水的路 現在還可以控制的水的路 這次所作步道 有一個可以踏得冰錯 那條路呢 那條路 也是以前的高路 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高路 所以它 它 東邊那裡 都是種菜的地方 阿虎 它都去山坡那裡 吃草仔 回來 回來 回來就回來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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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條效果 所以說我 是虎條路 我們 國家公園 進駐之後 其實在 保育跟觀光的這部分 一直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雙贏 這樣的一個平衡 那在地居民其實對這個部分有很多的期待 所以怎麼樣透過一個友善環境 然後又可以深度認識在地 然後又可以在這個永續觀光的這個部分 取得一個很好的一個共識 那其實有來自台灣各個地方的夥伴 也有澎湖在地的 也有當地的居民 那我還記得 我們剛來島上的第一天 就是由徐理事長 帶著我們在島上 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巡禮跟走路 哇 我印象深刻 我在走就是 順便就是整理一下 因為羊還是 我們整理這一條最高興的是羊 因為他們就很好走 每天早上你會看到很多羊都在這邊走 很多人他們對這個地方有很多很深刻的情感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外來的夥伴團體 那我們在守住步道上也許有我們的專業 那我們有很多這樣子熱誠的志工 但最終如果要創造一個在地永續的一個綠色經濟 又能夠把島上這些文化生活記憶 透過生態旅遊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而不是登島就是兩小時 然後騎著摩托車逛島一圈 然後又登船走 而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應該花更多時間去認識他 甚至可以住下來 體驗這個南方的小島 非常非常美麗的一面 這個區塊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東極這邊兩個高地下來的地方 這個叫做金溝 水整個往那邊流 往海裡流 這個是下游 所以這一塊是最肥沃的土地 所以水源也是最多的 早期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 從那邊圍起來 這個可以做一個水庫 對啊 你們這些水以前都從哪裡來 還是很重要 它怎麼沒有摩托 對啊 要用兩天用 用 用水庫沒有摩托 沒有摩托 很方便 哦 以前用枸杖 這樣很難處理 對啊 要用水到湯 阿 阿 阿 下去枸杖 這樣用 開了 這樣 古典以前的水就不少 不然你說以前的林口有多少 以前都比較有在落荒 以前古典的時候 古典都摩摩摩 枸杖 都摩摩摩 好 如果這個就算了 那些水中 就算了 要用水中 煮止水中 就算了 可以嗎 也算了 它太多了 那天 隔壁 煮止水中 開啟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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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貼心,你們還把羊的路留著耶 對,那羊可以有路走 對啊,不然他最後還是會把我們踢掉 今天已經從頭到尾 這樣石頭已經不知道搬了多少趟了 你看我現在講話都 上氣不接下去 我覺得在大熱天下工作真的 體力消耗非常快 換水來接,我來旁邊看 自己動手才會有那個感覺 這個你盡量在這個兩個的中間 我們講那個角釘 對,那你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抓一下這邊 我剛講5mm 那你這個稍微調一下這樣 有一個這樣 這樣就很漂亮了 這個可以往內縮 這個要找長一點的 因為這個伸出去 找長一點的 這個 這個換長一點的 對,因為他要伸 不夠 這邊也要長 參加手作步道的人 他可能是請自己的假 花自己的錢 其實我覺得當志工 他只是在創造他存在的價值 這個價值的東西 是最有價值的 那如果當地人 他看到了外面的人 對我這樣 我每天看了一個土地 我都覺得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他 在他眼裡 他每一個 他踩踏的地方 都是一個 很有價值的 就是寶貝的話 他願意花時間 花自己的錢 來去守護他 那我自己 坐在這裡 這麼久的時候 那怎麼辦 他一定也會被他感動 然後會慢慢加入 所以這種東西 他其實是 發自內心 然後是 把每一個人 一個一個 扣來 可能不是 今年 就會很多人來 他可能要經過了 十幾二十年 才會有一小眾的人 慢慢 扣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 慢 不見得是不好的 但是 當他成為一個 很有力量的時候呢 他就會 很多人 從台灣本島 帶過來 甚至從國外 也會有人家 你信不信 一 二 三 噢 他 沒有咬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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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讓他們自己 再一次 謝謝 因為沒有兩個節 不過這個 這個也是機會交易 好 好 好 一個節 以往呢 我們可能都是在 比較是淺山的森林 或是中海拔的森林 在當地都是有遮蔽的 有在樹蔭底下 然後可能環境是比較潮濕 比較多木頭 那這裡的環境呢 其實完全不一樣 它是非常乾燥 然後 呃就是非常多的這些 石頭 所以呢 就是整個體驗呢 跟以往 我們在其他地方 做手作步道是 不一樣的感覺 那印象深刻的話 就是早上 我們好不容易 辛苦地堆著那個石塔 然後 突然就倒下來了 這樣子 就必須要重做 這也是做手作步道的 樂趣之一啊 就是充滿了位置 步道師在帶我們做的時候 其實也是常常 呃需要 拆掉的重做 那 其實就是 練習自己的 耐性 然後培養自己的身形 這樣子 好 大的 第二層呢 第二層呢 對 就留第一層這樣子 我們的石材 大顆的都可以越過去 還可以 好 來 這邊 來 走在後面的小區 好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看不到前面的路況 像我們一整天坐下來 其實沒有看到幾個遊客 因為其實現在大部分的行程 都是來這邊 然後可能一兩個小時 然後就騎機車 然後就離開了 但是我覺得有這個步道以後 其實清楚的標示的話 會有更多的遊客 願意走進來 然後願意停留在這個島上 多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去感受這邊的 自然與人文的風貌 也可以為國家公園 為東極島 帶來更不一樣的效益 你看到什麼嗎 基本上兩天一夜 來到島上 是一個很適合 那甚至於 如果你喜歡浮淺 你喜歡垂吊 或者你喜歡再仔細觀察 這島上的各種不同的生態 那三天兩夜 是一個最好的悠閒的方式 我覺得用這種方式會對島上 是比較有幫助的 但可惜的就是因為 可能在商業旅行團的一些 遊器模式 遊客可能他時間上也沒那麼多 所以他只能夠選擇 兩個小時的跳島旅遊 所以就變成機車的旅遊 我想因應而生 來 東極東達的部分 因為小弟子太早 所以待不了 所以這邊走到那邊去 如果被自己調成有信心的 等一下再走看看 記得我們10點15分開船 我過去也來過冬集 不過我過去來冬集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 不知道這條步道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都是走觀光客走的路 這一次我覺得來冬集的時候 有一個滿感動的地方 是就是我終於可以 深入這片原野 然後真的去看看 這片土地過去的 仙人留下來的痕跡跟故事 就說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步道是大家辛苦弄出來的 不是天生就是天然 然後就是在那邊 不會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手作步道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 然後我覺得 可以一群人 共同專注在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在這個偏僻的小島上 共同完成它 付出汗水努力 我覺得很有意義 它雖然很勞力 但是就是被吸引而來 雖然說很多步道做的時候 都是做駁坎、疊石頭、做階梯 但是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工法 還有一個有不同的人 但那個人的氣氛 我想也才是最吸引我的部分吧 因為會特別覺得 這麼一件事情 就感覺 它很有生命力 小心 輕一點 拿這樣拿這樣 這個變長高比 有點 有點 舒服 我希望下一次呢 所有的遊客呢 不是只有來 浮潛啊 能夠走在這個 很安全又 平緩的步道上面 有石堆做指引 原來這裡也有一個日軍的廢墟在這裡 然後在整個繞一個 東極島的一大圈回去 我相信他們會看到非常多東西 也能夠在一個舒服的環境 完成這個登島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還沒來的時候就可以想像它的美 來了之後就翻轉過來 更認識它的美這樣子 第一次來的時候我覺得好累 為什麼要在大太陽底下做工 但是我覺得步道行為很棒的是 後面一定會有一個分享的環節 那那個環節就會讓我們去反思 我這麼辛苦在這裡流下的這些汗水 為這個大地做了這些低干擾的事情 那我覺得很有意義 這樣的類這樣的汗水 我就覺得我們好棒 完成 可能外面的人都看我們像個傻瓜一樣 那我就想到說 我們小時候學到的 愚公移山 我們昨天真的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真的你會一直想到 這一群真是傻瓜 我自己也很傻這樣 那很喜歡來這裡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在每個手作步道的過程中 你好像就自己在跟這個土地對話 也把自己種了一部分自己在這裡 對我來說 它其實是一件很傻 可是很可愛 然後很療癒的事情 我覺得療癒的應該是 就是小時候的那種失落的東西 那我們從這裡找回來這樣子 其實我們不是第一次來東極 但我們之前是用遊客的身份來這裡 然後就短短的停留大概一兩個小時而已 但是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是情侶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東極上大吵一架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兩個這輩子可能只會在這裡 就是只會踏上這座島一次 然後你竟然在這裡跟我吵架 然後後來他就看到這個活動 他就說 我們要不要再上來一次 然後 對 好好拍一張照 對 我們就說這是還債之旅 下次來拍混雜 好 我們是輪體滾機 我覺得東極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雖然說他現在沒有住什麼人 不過他的就是後山的整片礦園 都有很多的人留下來的痕跡 然後包括我們這次來手作舞蹈的時候 也是在空間中真的畫出了一條線 對 然後我覺得每一條線都是有它的原因 所以才會被塑造出來的 所以就是在空間中的每一道文理 都有它的故事 然後歷代的紋理疊加起來的時候 才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極 我也學到原來堆石堆 不是只有你覺得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你還要照顧到下面跟上面 還有裡面 包含在排路遠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變成說你常常只會想到眼前 你沒有替它的未來去想說 這個我們其實是要永續用它的 不是說我這次堆完美美的 然後下次來不見了再重新堆一次 而是希望你堆個東西 可以讓大家一直持續的使用 看到之前大家做的那些 就是石堆啊什麼的 就覺得很精細 就是原來我走在一條 大家做過的路上 原來是這種感覺 就是你會很期待接下來會轉到哪裡 然後怎麼走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去修復這樣的古道 是因為南方四島這幾年變得很夯 很多人開始進來的過程當中 小島它也會相對的快速的產生一些變化 那我們站在現在這個歷史的時間點 我們選擇去保留更多的自然的路線 或是保留更多舊有的路線 那是一種我們期望為下一代留下更多歷史的證據 或是它原始原本地貌的證據的一個努力 所以各位都是付出這個努力的一部分 有提到說我們是傻瓜 我想說傻瓜 你改成一個瘋子 瘋子 因為瘋子所做的事情 它可以談得上是藝術 你所做的東西是藝術 因為藝術的東西 結果到最後它是無價的 對這個國家的一個無價 你回到家裡去 你就是開始改變你的習慣 你就可以改變 我們不要說改變台灣改變世界 就至少改變你家鄉的環境了 我覺得我最重要的工作是 把種子給散播出去 把保育這個觀念 把保護地景自然景觀這個觀念 給散播出去 所以你們就是我灑出去的種子這樣子 我們把一部分的自己種在東極 那我想要反過來說 其實我們也把一部分的東極帶走 帶在自己的身上 譬如說我們把陽光 帶在自己的賽傷的地方 你的頭髮裡面有東極的鹽巴 你眼睛裡面都是東極的美景 那站在一個老師 或站在一個教育界的角度來看 那我回去可以跟學生分享很多東極的故事 有很多的案例 那我也把我眼睛裡的東極分享給他 那大家越來越分享去 大家就會見識到東極很美 我們也許可以找到很多的人一起來 分享這些美景 守護這邊的環境這樣子 東極島手作步道 完成 幾天 大小的十分之一 琴瑞